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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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上最強遮蔽屋 煞氣消失於無形 它這鏡子做得很好的 它這個是一個魔術鏡 你把鏡子推開 看到這邊 這邊有東西 也有東西 哇 所以這個長得很好 鏡子增加這個空間感 然後又巧妙地把這兩個 會衝到的 葫蘆可以吸收併氣 又可吸收彩氣 但你真的會運用嗎 葫蘆要如何擺得 讓它發揮最大的開運效力 今天就是要教大家如何避愛玩 葫蘆有一些像Poly做的 任何材質都有 化鯊來講的話 就是以 是最有效力的 那裡面要裝什麼呢 裡面就是要裝 讓你招財又化上 風水無法替你招財 還有面相能讓你抱著一絲希望 到底哪種臉型最吃香呢 用上眼睛 就以為看不到 這是哪一首歌 你們經歷過六四天的世界 幹嘛遮眼睛 你兩隻跟我們今天主題有關 因為平常我們是有些煞物 要把它遮住 對 對 但是你會以為我看得到 但是你會以為就是用一些什麼 窗簾 豬簾 這樣子你以為就擋得住嗎 沒有 我告訴你 今天我們來到一個 破壞 破壞 的一個 遮壁屋也能做到完美的境界 破壞 到底什麼意思 你才能是完美遮壁屋呢 而且我跟你講 這老師真是 不要 今天又是一個漂亮妹妹被他碰到 就是我只能說就是人就是這樣啊 走運就是這樣 他就是永遠去遇到正妹辣妹 對啊,為什麼可以這樣 哪一天他大家去看一下那個 張秀卿說定姐家 辣妹嫁到 好啊 好 阿東哥 好,大家好 今天這個是堪稱是 史上完美的遮壁屋 沒錯 對,因為我們常常風水講的就是 眼不見為盡嘛 對 那到底要怎麼樣要眼不見為盡呢 很多人都會用很多的門簾 窗簾 這樣弄一塊,洗一塊 剛才大狗油啊 那這樣其實很醜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呢 堪稱就是史上最強的遮壁屋 而且觀眾朋友一定要好好學習 因為這是一個模範的風水 正所謂遮擋化鬥壁 美女周小涵的家中 就詮釋得很完美 但同時她家的風水 也養成她的女王性格 究竟在有意好沒良好的狀況下 該怎麼平衡呢 周小涵 嗨 好可愛哦 其實妳兩個爸爸之後 整個現在聲明大噪 沒有 沒有 不是,就是演完 兩個爸爸之後 聲明大噪 因為她現在是 妳是演哪一個爸爸 同演 爸爸的爸爸 沒有,我演演律師 在裡面 OK 因為其實 妳在演藝圈也滿久一段時間了 對 對 很柔情 對 然後就對她一直印象很深 可是就覺得她很漂亮 然後因為我演戲 對,很開心 看妳現在發展很好耶 謝謝 可是可是妳家風水應該很不賴 就剛搬過來三年 妳知道妳們家今天是什麼樣本嗎 不知道 就是遮壁屋 遮壁屋的樣品 遮壁屋 對 就是什麼都遮得很好嗎 對,聽說人家藏得很妙 可是我用我們家是 前屋組版的裝潢是這個樣子 然後聽說那個屋組 就是發展得很好 對 所以跟你們無關是不是 我跟你們無關 就是要這樣 你要問那個人為什麼要搬走 他如果是招樓搬走的 那他不要買 他如果是移民去買移民 或者是他升遷 然後買更大的房子 那他的房子也可以買 對 對,他住好 妳今天也能處得好 對 是不是 對,因為這個是一個 運氣的一個傳承 他在躲在後面 對 對 你只是看久了 你們兩個夫妻臉 沒有 你真的 你是風水口不涼熱的 我剛剛沒到哪個地方 那時候說 就脫下 對 所以說我們這樣 如果你要找屋子的話 對不對 其實你要找 看一下 如果他的運氣很好的話 就像剛剛佩甄講的 就是說如果他升官、加薪 或是他移民的 表示說他這個人很有貴氣 那我們住進來 就是承接這個 前屋組的貴氣 對 其實他們剛剛我們進來的時候 他就有差了 真的養護就有差 對啊 全部都 到等 對 門也比較漂亮 然後出去也比較寬廣 這個玄關其實 一般來講 家裡會坐玄關 是不是都是為了要遮蔽 這個穿塘空的問題 是 可是他這個玄關其實有一點小 對 其實玄關的原則就是說 如果你 小到就是說 門打開都會碰到這個壁的話 那這樣的玄關寧可不要 對 沒有,他沒有到後倒 沒有啦 但是後面有個鞋櫃 剛好你這個門呢 沒有辦法全部打開的情況下 就會辦到一個部分就是 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說 你會跟媽媽頂嘴 跟家裡的爸爸頂嘴 會嗎 自己承認嗎 而且這麼溫馴 這麼溫馴 從這個大門就看出來 就破功了 對,為什麼 因為其實大門就是一家之主 他講話的地方 那你看他門後 我們講門後是一個 對 所以說他的門打開之後呢 剛好沒辦法完全開到這個牆壁 我們知道大門打開呢 一定要五瓶五瓦 就是說你要有靠山的意思 那我們講大門是一家之主的 講話的一個權威 所以說呢 他被這個鞋子呢 會氣給站住了 所以他講話呢 變得比較扭勵 所以爸媽回來呢 其實呢 他就被小孩呢 給那個頂嘴啊 或是說不容易被 就是小孩講話呢 他沒辦法接上去 是 好啦 那另外還有一些東西 我們可以舉例一下 例如說像 很多人會把掃把 放到那種大門 也是不可以的 因為他把柴神呢 柴氣往外掃 所以掃把掃具用品呢 都不可以放這個玄關的地方 還有客廳的角度都不可以放 閃的這也不能 閃也不行 閃也不行 還不行 就是貴人會散開的意思 是 對啊 所以這個要特別的留意 好 其實今天都現在好像還滿糟的 對 他們說他是用品屋 對 但是因為就是說剛好這地方 就扣了就好 對 人家就是玄關抄禮 其他都很好 好 好 大門後面有鞋櫃 容易讓小孩沒大沒小 如果不能搬走 最好家中不連 以消磨小孩的銳氣 另外 玄關也不宜放置掃把和雨傘 否則會讓你漏財又沒貴人 為什麼我一直聽到 你們在有流水箱 在那邊 對 在什麼 它這個地方擺了一個流水盆 這還有這個耶 好可愛 黃金圖籠招材的 對 然後這個 你雖然是時來運轉的一種 但是它水不是就往外流了嗎 對 其實如果說 剛好它這個地方 我們之前來有測量過 它這個地方剛好是他們家裡柴位 它柴位放這個流水盆 確實是有一個招材的作用 而且可以催化這個柴氣 為什麼這個地方是它的柴位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分辨座像 我們等一下也教大家 什麼分辨家裡的座像 剛好它這個座像 這個地方剛好是它的東南方 東南方就是它的柴方位 所以說它的流水盆 放一個就是可以讓這個柴氣 源源不絕的滾動 可是很可惜就是說 它這個流水盆 剛好往它的大門送出去 對 所以它等於是把柴水能往外送 對 所以要稍微移進來一點 然後往內流 移進來一點是指生力還是 對 所以像一般我們 就是這個 因為像一般流水盆有沒有 它會有出水的開口方向 它的出水是從這邊 但是你要看它最終的流向 它流到哪裡 所以你這個口也往裡面 它最終的流向一定要往裡面流 所以說除了流水盆之外 還有就是所謂的送風口也是很重要的 例如說送風口 它也是我們講長風聚氣 所以它送風口 例如說冷氣 它冷氣也是裝得很好 你看它這邊是一大片的窗戶有沒有 對 所以它冷氣是裝到窗戶的銅像 它把這個風是往內吹的 往內吹代表就是說 把這個柴氣是往內送 所以說你不可以裝到 就是面對大門的地方 如果你開冷氣的話 這個送風口是往大門裡面 就是吹到外面的話 代表柴氣是往外送 那我們要把這個柴氣是往內送的 所以跟流水盆的道理是一樣的 你不可以流向這個大門 所以裝冷氣有這個原則 然後裝冷氣呢 像現在天氣很炎熱嘛 對不對 大家都想要就是要裝一些冷氣啊 可是裝冷氣要記得 在流年不同的地方 你不可以在太歲頭上冬土 因為它 什麼意思 就是說有時候裝冷氣 你會施工嘛 施工的話 你就會敲打這個牆壁 那我們要記得一個原則 就是不可以在太歲頭上冬土 我們怎麼知道太歲在哪裡啊 我們要知道太歲方 像今年2013年嘛 2013年 2013年剛好在東南方 那它這個流水盆的方位 剛好在東南方 對 所以說你就不要在這個方位 去裝冷氣了 就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 所以我們要裝冷氣之前 要先考量一下 是不是太歲的地方 太歲的地方 是 如果說2013年是東南嘛 然後它的正衝太歲 剛好在西北 所以東南跟西北呢 是不可以動土的 所以今年夏天 你們可能就是要忍耐一下 因為比較熱 東南西北 對 不是都四方 不是 東南跟西北 跟西北 這兩個地方不能裝 還是可以裝別的地方嗎 要裝跟中央 不過我們還是有一個破解的方法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裝冷氣 因為帶不住熱的話 有一個方法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裝 你一定要在農民地上 看一個好的日子 然後你要在裝之前 就是施工的時候 你要拿一個新的掃把 在這個方位 稍微把它掃一下 象徵把這個晦氣去除 放太歲了 稍微讓個位置 然後你再裝上去 這樣就可以避開 這樣會不會把太歲掃走嗎 不會 因為這個這樣就是一個 掃除 淨化的意思 但是你一定要用乾淨的掃把 然後就知道 行浪浪這樣子 因為在太歲頭上動土 很容易會產生意外 雪光的一個問題 你說怎樣 冷氣就塌下來嗎 不是 不是 剛剛妳說 太過分了 這樣是太過分了 對啊 除了不忍之外 它會讓妳 妳的生活上會造成 就是身體上 出去會有一些雪光的問題 然後小人 官非的問題都會特別嚴重 好 因為你說今年2013年 基本上夏天也才過了一半 對 東南跟西 因為其實現在已經過一半了 現在講的這個 真的有點沒有沒有 因為打野都裝好了 真的 可以預告一下明年嗎 如果明年大家想要裝人氣的話 好 如果說是2014年的太歲方 就在正北方 正南方 正南方是太歲 然後正北方就是歲貨方 所以這兩個方位要切記 如果妳要動鼓之前 一定要先把它做一個進化動作 然後如果說妳真的 就是說 所謂太歲頭上動鼓 不僅是裝冷氣 有時候妳在那個地方 也不要擺放電視機 或是音響會發出聲響 都不要放到那邊 如果原本就放在這個位置的話 就不再出現了 了解 除了流水盆的最終出口 要往屋內流之外 冷氣的出風口也是一樣的道理 移潮向屋內才不會露財 而我們每年 都不宜在太歲方裝潢施工 例如2013年的太歲方 在家裡的東南方和西北方 也就不宜裝設冷氣 亦或是擺放會發出聲響的 電氣用品 同樣的 2014年的太歲方 在正北方和正南方 而這兩個位置 也不適合做裝修 若是勤飛得已 必須在太歲方動土 必須要找個吉日 並且先用乾淨的掃把 撥一撥 老師 你剛好特別講到一個地方 就是說我們要看什麼 每個房子的方位 柴位 要怎麼看 是 我們講的就是 要先判斷家裡的作向 其實判斷方位很簡單 就是說如果你先不了解 你家的作向的話 你要如何判斷太歲方 就是你拿個指南針或指北針 你站在你家裡客廳的中間 你就是指南針 你就買到指針指到南 你的方位就可以出來了 那個就是很簡單的判斷方法 就是說你的太歲方在哪地方 你可以用指南針或指北針 那房子的作向如何判斷呢 很多人會說 我家是坐北朝南 還是坐南朝北 他永遠搞不清楚 那我們今天就準備了一個 很貼心準備一個字盤 你要如何判斷你的房屋的作向呢 其實如果說像你 對 很簡單 你就用大門為你的像 大門為像 還是我們背對大門 就是我們人站在屋內 然後面對大門 所以就是以大門為像 透過天出的地方 好 第二個就是說公寓室 前陽台 對 公寓室的話 就是一般如果你家裡沒有電梯 那種傳統的公寓的話 傳統的公寓室 就是陽台都在同一面 對 從外面看的話就同一面 對 所以我們在裡面的話 就是以它的陽台 家裡客廳看到這個陽台為像 好不好 好 第三款就是大廈式的 大廈式的話 就是現在的所謂的集合式住宅 有沒有 又有A洞 B洞 C洞 有沒有 像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要如何分辨它的座向呢 就是以客廳為 陽台的採光面為像 最大採光面 可是現在客廳真的有一些 採光面是兩面耶 對 有時候是兩面的情況下 有沒有 你要以如果外面看出去的話 還有最大馬路的那個微像 如果說是它是L型採光 對 可是我這樣看出去 它可能是一個草原 或是馬路的話 或是一個牆壁 那我們就要以取馬路為像 好 所以 那假設妳就都找不到 所謂的採光面的話 我們就是以大門 妳們家這個 算是什麼樣的風格 應該是美式鄉村 因為這邊妳好像有一點 日式的 然後 鄉村風 好像有鄉村的鐘 對 可是又跳到這邊是那個 霸酒 霸離島風 西遊祭風 對啊 西遊祭風 西遊祭風 還有兩個佛槍 巴黎東風 妳今天有什麼 對啊 其實本來那個美式鄉村 還滿溫馨的啦 但是這個是有點不一樣 它像是一把一把的扇子啊 這個一開始 它不是像是 它就是啊 所以它打開大力轉的時候 會很涼是不是 滿涼的 而且因為這種風扇 比較不適合我們家的裝潢 感覺放在這邊是有點怪 所以好像是本來的衣服 老師那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平常我們講說這種 因為它是刀 對 刀煞 刀煞 那它這樣子可以嗎 就因為它是做那個 比較圓潤的形狀 所以它比較不會有煞氣的問題 可是它還是有一種強烈的壓力 就它還是會轉 是 因為它的天花板比較低一點 所以有時候你家裡 天花板低的話 盡量這種吊扇 就不要用這麼的低 或是你就不要裝吊扇 那有些人天花板低的話 你看它這個 其實它的燈都做得很好 它是用砍入式的 對 那有些人是因為天花板低 它又喜歡用那種吊燈 這樣會增加這個壓迫 這也會形成是一種 主力的炸氣 所以就不要這樣做 對 因為它這樣轉 其實老實說還是會暈的 滿暈的 但是燈會閃 燈會閃 可以放得好 好 可以跟著 其實家裡放這一些 就是比較仿古的這一些 裝飾品其實OK的嗎 可以 例如說它這種吊扇 還有就是這些白色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也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這邊有一個那個鐘 那這一個時鐘來講的話 它是停止的狀態 對 所以家裡來講 如果妳擺這個鐘 或是時鐘的話 所以它真的是古董是不是 已經不會動了 對 最近開始不走了 這樣妳要注意擺時鐘 或是這種傳統的這種 撲撲鐘的話 要特別的留意 就是說如果它停止的話 代表就是一個 真的假的 對 所以要非常小心 時鐘停止的嚴重副果 所有人都不敢置信 最完整葫蘆攻略 招財劃剎都靠它 對 湖乳要如何擺的 讓它發揮最大的開運的效力 今天呢就是要教大家如何DIY 湖乳有陶食的嗎 對 然後有一些像Poly做的 任何材質都有 以劃剎來講的話 就是以 是最有效力的 那裡面要裝什麼呢 裡面就是要裝 對 讓妳招財又怕 那這一個時鐘來講的話 它是停止的狀態 對 所以家裡來講 如果妳擺這個鐘 或是時鐘的話 雖然真的是不動是不是 已經不會動了 我們最近開始不走了 這樣妳要注意擺時鐘 或是這種傳統那種 呼呼鐘的話 要特別的留意 就是說如果它停止的話 代表就是一個 真的假的 對 所以要非常小心 但我手感到沒走了 手感到沒走了 手感到沒走就好像拿去修 對啊 對啊 妳在那邊懂 妳在那邊懂 妳在那邊調一下 好 所以家裡除了這種 不能放 因為我們常講說 有一句話說 送中什麼意思 就有點不吉祥 因為它是中子的意涵 所以說呢 家裡有這種鐘的話 你就要讓它隨時保持 是一個會動的狀態 那如果它怎樣 都修不好了 然後就趕快把它丟掉了 就直接丟掉 對 我懂要丟掉 因為如果說 如果說真的胸部好 妳又捨不得丟的話呢 妳就把它放在儲藏室 不要放在這個居家的 最重要的起居的空間 就真的把它當土董念 好好把它收起來 不要放在外面 對 除了這個鐘的擺設之外 要注意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 你看它這個客廳來講 它的名材位有沒有 它家裡呢 整個名材位是 健空的 健空的狀態 所以說呢 它這個名材位呢 剛好算健空 不過它還是有白個炎燈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巧思 因為健空的話 它有補鋸器 那放一盞燈呢 不管是岩燈也好 或是一般的麗燈也好 只要有放一個燈呢 24小時把它打著 把這個氣場補起來的話呢 這個柴氣就可以把它造起來了 了解 怪掉的時鐘 不宜大剌剌的放在醒目的地方 容易終結家運 最好把它收藏起來 另外時鐘擺在西方 也不利運勢 而要是擺在東方 也容易傷到男主人的健康喔 然後他們家呢 我們剛剛講 最大的遮蔽屋呢 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你找到它的房間在哪裡 應該都在最裡面吧 都在後段嘛 對啊 到底你們都沒看到 這個剛剛好像有被貓擺 那個裡面 可是裡面是什麼 這裡 是廁所啊 所以這一整面 牆壁的後面竟然有房間 有一間耶 真的 長得好好喔 而且非常地巧妙 因為你看它這個床 做一個遮蔽有沒有 它是做一個隱藏式的門 那我們剛剛是不是講說 它的進門的名才位 剛好在這個位置 對 但它這位置是不是見空的狀況 它就點了鹽被化解了 然後最大的化解 是化解這個廁所的方位 因為你看它進門的四十度角 剛好是這個廁所 我們之前有講過嗎 如果你的進門四十度角 剛好是廁所的話 很容易在運勢上呢 產生一個背心妄意啊 被朋友騙啊 跟會倒會這種問題 所以說呢 它剛好把這個遮蔽起來之後呢 完全是化解這樣的壞風水 哇 好酷耶 對 其實屋主很厲害 就是它 都整個裝潢了 對 就是要打避掉啊 太聰明了 不過它可以 它這樣沒有 翻到廁所中嗎 這樣沒有翻到廁所中 因為它這個以三段來看的話 它的廁所還不至於在中段 因為它後面還有一點距離 只是有點接近 所以說這個房間來講的話 最傷的就是這一間主臥室 為什麼傷 最傷 對 最傷害最大的就是這間主臥室 怎麼說它不是遮在裡面喔 對 它雖然遮起來 可是因為它這間主臥室的房門呢 被這個廁所門是正從的 對 所以正從來講的話呢 比較容易呢 犯到就是有個煙火的問題 有時候如果你的房間門呢 剛好明明就是廁所 它的這個煙火啊容易受傷 會有一些狀況 那還有就是說 爸媽容易呢 就是犯了一些苦實是非 爸媽媽媽本身 兩個在愛吵架是不是 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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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看東西 哇塞 這位子通通非常好耶 超級好的 進口家具 對 這都是屋主流下來的 對啊 對啊 可是它以前是代理的 所以爸爸媽媽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 常常為了這件事情而開心吧 對啊 你看這個貨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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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怕 對啊 是不是有東西這麼好 為什麼要有什麼好吵呢 對 因為其實東西都很好 但是感情的未必這麼好 就是因為那個廁所沖門嗎 對啊 因為這個房門直接沖了這個廁所 所以代表就是說 夫妻之間的那種口舌是否會稍微多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說你看它的天花板呢 天花板一般我們就是 為什麼要說它做間接照明 那很多人做間接照明的原因 是因為它要避開這個涼上 但是因為它其實也沒有壓陽的問題 可是又偏偏又做了一個 這一個間接照明 然後這個間接照明呢 最尷尬的地方就是 它只說 沒錯 照到頭 然後直接就是切到這個 也是這個 剛剛好 對 切到這個喉嚨的部分 所以說剛好兩兩來相對 兩個煞氣來應對之後呢 他們的應對的疾病 很容易在這個喉嚨的部分 側沖房門 以及間接照明切床頭 都容易造成夫妻失禍 以及咽喉疾病 而側沖房門 只要在廁所加裝門簾 就能夠化解 至於間接照明切床頭 該怎麼解決呢 再來就是說它最大要化解就是 這一個間接照明壓到它這個喉嚨的部分 那我們要如何化解呢 這個部分的話呢 你就可以就是在 它有一個凹槽嘛 在裡面可以擺放呢 一對麒麟 那你覺得麒麟可能不是這麼好看 你可以放一對的葫蘆 那其實葫蘆呢 它開運呢 我們也有一個換方法 葫蘆用覺得好看 會啊 因為有些人 因為有些人可能覺得 放神獸在房間 它有一點怪怪的 那我們就壓一對葫蘆 因為葫蘆來講的話 可以把這個殺氣化解掉 對 等一下你剛剛講說 放神獸在房間 那他們還可以做那種書 那個神獸的話 就是不要不要它的床頭 例如說你房間 放在凹槽裡面 對 就是說兩個 假設這樣 間接照明有沒有 它是涼涼相對看的 就是一邊放一隻 對 遠一點 然後它是涼涼相對這樣擺的 那葫蘆的話 其實很多我們教大家說 葫蘆有很多的功用有沒有 對 那葫蘆要如何擺著 讓它發揮最大的開運的效力 讓你招財又化煞 今天就是要教大家如何DIY 什麼放 City 不論是招財 化煞 求子 三個願望一次滿足 究竟葫蘆要怎麼挑 而理念裝什麼最有效呢 就是有三種不同的葫蘆 對 我們現在要教大家 就是葫蘆開運大法 這個葫蘆來講的話 我們講到 葫蘆裡面要賣什麼藥 就是要量藥 要招財的藥 化煞的藥 那要如何裝帳呢 那裝的話很簡單 因為葫蘆坊間有所謂的 真的葫蘆 還有就是還有葫蘆形狀的一個藝品 例如說有銅做的 或是陶瓷做的 那其實任何的形式 其實我們以化煞來講的話 就是以銅做的 是最有效力的 你說這種是化煞用的 對 就是葫蘆有草食的 對 然後也有一些像一些Poly做的 任何材質都有 那其實我們一般來 你要做化煞來講 都是用銅的是最好的 銅的是最好用的 譬如說麒麟 你也可以用銅麒麟 葫蘆的話 你也可以用銅的葫蘆 要嘛你就選真的葫蘆 那你說葫蘆真的不好找的話 沒有關係 你就找這種銅的 銅這就可以了 那葫蘆來講的話 你要裝什麼呢 如果說你是買真的葫蘆 去外面找到真的葫蘆的話 裡面都有那個葫蘆的紙 葫蘆紙裡面本身就是很天然的寶物 所以它裡面就是有這個 把藥在裡面了 所以葫蘆來講 你買真的話 就不需要像這個 這是NG本來 誰啊 誰拿去頭啊 如果你是真的葫蘆的話 你就綁上紅線 綁上紅線就可以 就可以做祈福的作用 然後裡面天然的葫蘆紙 就是一個寶藏在裡面了 所以它就是天然的葫蘆 不需要去頭 不需要去頭 那它這樣子還要再去葫蘆過餐圈嗎 可以 如果你要增加這個法力的話 可以去葫蘆過餐圈 OK 那有時候你去外面買這種銅的呢 你要記得 一定要有鈣質 你要選有鈣質的葫蘆 那如果說沒有鈣質的葫蘆呢 你可以到時候用一個紅布 把它塞起來 因為葫蘆有鈣質 才可以收納那個煞氣 然後裁氣才不會外散出去 是 所以說這是葫蘆的選用 那裡面要裝什麼呢 裡面就是要裝 所謂的第一個 五色水晶 五色水晶 我們就拿五個顏色 要有綠色 然後還有粉紅色 因為粉水晶不太清楚 但是要粉紅色的 然後還有那個黃色 黃的 然後還有白色 然後還有紫水晶或黑色筍晶 好 就是木火土晶水 五種顏色 是 那你裝的話 像外面房間已經幫你混好了 那你要記得這五個顏色都要在裡面 好 那你把它呢 倒到這個葫蘆裡面 倒多少 就倒到這邊 對 最起碼要七到八分滿 然後兩分要去裝什麼呢 就是你要去廟裡面 例如說你是要祈求健康的 你可以例如說去 或是跟藥師佛 求一點它的香灰 然後就是家裡附近的大廟 如果要祈求健康的 你就是用藥師佛 或是恩祖公廟的 或是保身大地的香灰放進去 所以基本上你是 如果要不同的效果的話 就是去不同的廟 不同的廟 所以我想生小孩就是住生娘娘那樣 對 因為每個廟那個主神不一樣 它的法力跟功用不一樣 放進去的話呢 就把它安在這個煞氣的地方 那如果說你要生小孩 有些人要求職 你一樣可以用葫蘆 然後有一招非常非常有效 就是放五色豆 一般我們是放五色水晶 五色水晶可以化煞招財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求生小孩的 那你就記得 你就放五色豆 是 五色豆 然後放進去之後 那你要求職嘛 你就去住生娘娘的廟 或是 跟他求他的香灰放進去 安在你的床頭 那這樣的效果就會很好 所以你說五色豆 也要放到八分滿嗎 對 要放到八分滿 好 反正不管五色豆 五色水晶都要放到八分滿 是 其他兩分的香粉 就是你要去 香灰 就是你要去看你要什麼樣的 去哪一個廟 然後一定要大廟跟正廟 那要放兩個是不是 放兩個 壓在 因為它這個是間接照明嘛 你就壓到間接照明的兩側 就可以了 所以一小孩他們家 就是他媽媽的房間 是要放真的葫蘆 還是銅的葫蘆好 對 如果說你有找到銅真的葫蘆的話 你就可以放真的葫蘆 所以第一要選是真的 對 如果找不到的話 就用銅的 真實的葫蘆 只要綁上紅線 就有招財畫煞的功能 而銅製的葫蘆 一裝八分滿的五色水晶 再倒入廟裡求來的香灰 放在柴味或是煞氣處 也具有相同的功效 但如果想要求紫 一樣在裡面 裝八分滿的五色豆 再倒入從駐山娘娘廟裡 求回來的香灰 最後放在床頭兩側 就可以等待好消息了 像剛剛我們知道床位的安房 你看他睡床是不是被壓到 被切到了 其實睡床它也有安置的方法 像他們家小孩的睡床 擺放的都不一樣 你看他們的房間 都剛好在這一側 然後他最可憐的床位 是在他弟弟的房間 跟弟弟差幾歲 四歲 很急又常常玩在一起嗎 妳有希望他好嗎 希望啊 當然希望他好啊 好像跟弟弟很不熟耶 也不會啊 我們去看一下床位就知道了 那他弟弟到底有多數 你滿不過歲啊 對啊 吹鼓鼓要一百八的那裡 那我們還是拿去放 拿去放你 謝謝 天安姐哪一步 想說不要吵那麼好 可是他的床房 床房不是一目鳥龍嗎 可是床房沒關係啊 床房屬於公共空間嘛 對不對 老師他這個床房的位置 應該是OK的吧 非常好 因為我們之前是在那個 小花家 還有那個王興田的家 都有跟大家交過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想要 做這個床房的話呢 記得就是做到最外側 然後是家裡中間的位置 因為他這個床房 剛好是在這個家裡的 正中間的位置 對 所以說他這個正中間的位置 代表就是說 公民在太極的方位 他可以讓他的事業上 得到很多貴人的幫忙 然後事業呢 可以做得非常順 公民來得會比較快 所以說你看他 住這個房子呢 他的事業發展呢 就會特別的明顯 對 而且我們很少看到 書房書桌 真的就是這樣放 因為大部分人都是 直接就是靠牆壁放 很少就放在中間 對 而且這床房子真的很漂亮 所以他這個文昌呢 把這個太極贊助呢 他整個家裡呢 不管是大大小小也好 所有的公民呢 都可以得得到 但是唯獨呢 得不太到的就是他弟弟 先關心一下弟弟好了 對 我們來看一下水底的房間 這個最辛苦的這邊 水底的房間 藏在哪一個牆壁裡面 這裡啊 也是這個人隱藏 就這了吧 怎樣 你看這外面也有 全家 只有他有 好遺迷喔 你太可憐了 弟弟房間倒楣下氣 孤立無緣被到家 從面相看你 是否能夠大富大歸 等一下可以看出來有沒有露財 可以 鼻頭要大 就是會在 快剩下弟弟好了 對 看一下水底的房間 我們來看一下水底的房間 水底的房間藏在哪一個牆壁裡面 水底的房間 也是這麼一隱藏 就這吧 我沒有 她差很多 妳看過那個 全家是不是只有她有 好一靈 你太可憐了 我又是你嗶 我早就潮家了 不要再回來了 真的 好明顯嗎 沒有溫暖啊 我怎樣不只能同 一副一母是不是 對 我今天帶著妳 不用這麼差 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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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委屈 真的好 好厲害的棒 觀眾朋友 我們剛剛是不是還在講說 上那種燈 都不要有刀狀的 全部都是有這個圓形 你看看 全家是不是 唯獨他弟弟房間 你看他弟弟要去哪裡 已經做火箭要上太空了 這個 兩邊邊 而且要硬梆梆 而且外面的那麼有造型 這個是直接砍在他的哪裡 他的雙腳 對 雙腳 你看看 那個你看看 不只雙腳被砍 頭一直被風吹 對啊 頭應該都很冷吧 而且你看他弟真的很委屈 委屈再來也就是說 他的房間是這個家裡面最小的 最小就算了 他這個最小空間 有限的空間沒有裝 這個吊扇又是一個刀狀的 這個刀狀來講的話 對弟弟來講 健康會受到影響 然後他這個後面又是這個冷氣 冷氣 床頭有冷氣 代表說百貝卻被吹到 容易會有過敏的問題 就跟床後開窗 半小人的到底是一樣的 然後他的窗戶 那個對外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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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窗戶外面沒有景色就算了 還是一些冷氣機 就是那個中間的那個叫什麼 天井 天井 蛤 窗戶竟然外面是天井 還好 因為其實外面天井的話 就表示說呢 他這個地方的 這個房間的濕氣會比較重一點 除此之外呢 其實天井要注意就是說 不要開在室內 很多人家裡偷的天井說他是長形屋 那長形屋的話 因為中後段都會比較暗嘛 所以他都會在中段或後段的地方 開一個天井 他的天井是因為要有一個採光 可是天井的地方呢 很容易讓這個空間呢 造成濕氣重 然後匯氣進來 所以比較容易會有聚音的格局 噪音的格局 所以說家裡有這樣的天井的話 要盡量避免 那已經有了怎麼辦 那如果說他要避免這樣的問題的話呢 會建議他在這個地方呢 把一些例如說空氣 那個清淨機啊 或是精油 把這個磁場稍微淨化一下 因為他這個房間最悶 地底房間的床位 看起來是無法移動啦 只能將吊扇移走 避免影響健康 而冷氣吹頭 像當然耳 會造成偏頭痛 如果不想大費周章以冷氣 最好在冷氣下面掛葫蘆 以吸收病氣哦 對 有其他的房間可以換嗎 就讓他有點難 因為全部都被這個公主給佔據 對 沒有 看這個壞姊姊 看看他房間有多像 所以這裡是你的 餐廳 餐廳應該藏得滿後面的耶 裡面也沒有味道 我真的想要去看他房間那一片 你不要跟他講話 這一片嗎 對啊 可是他沒有對到椅子耶 那你其實都剛好坐這一邊啊 你看這邊也沒背鏡子 這邊也沒背鏡子 上面有鏡子有關係嗎 老師 沒有關係 其實他這個鏡子做得很好的 他這個是一個魔術鏡 真的非常的巧妙 你看他這個鏡子 是不是去餐桌 餐桌我們講 餐廳的部分放個鏡子 是不是可以給人家食入 對 讓家運財運會變好 但是你看他這個鏡子呢 射到那邊 然後他的椅背又沒有照到 對啊 所以就不會有犯小人的問題 對不對 就是你把那個鏡子推開 鏡子 又有東西藏在裡面 對 地底 他在藏在裡面 一直 很可憐的地底 一直被吵在這裡 對 是 他是剛好那間廁所 那另外一間廁所 如果說他沒有這一面 鏡子巧妙的設備的話呢 是不是這一個廁所的馬桶 你就沖到那個桌 真的 這樣就形成一個 腿胃口 對 就會沖到雜氣 沒錯 這樣是OK的 像這一面這樣子的話 這一面有東西了 也有東西 廚房 廚房 哇 所以是藏得很好 藏得好好 你看這個廚房呢 把它遮起來之後呢 就不會對到他房間的門口 對耶 而且會這樣大物理的門是最低的 對啊 所以你看增加了這個鏡子 增加這個空間感 然後又巧妙地把這兩個呢 會沖到的晦氣跟煞氣 全部是把它擋掉 其實 家裡容易產生煞氣的廚房 廁所 只要做整片式的拉門 去除形煞 就會是最好的遮掩囉 而關於廚房和餐廳的設置 也是有學問在裡面的 因為他把這個整個廚房跟餐桌 直接是藏在他們家的最厚房 對 所以這樣是大加分嗎 很加分啊 因為這個表示就是說呢 廚房的意思嘛 廚房就是財庫 它就是一個寶 餐桌是一個死路 它也是一個寶 所以他把兩個寶呢 都把它藏到後面 所以這個藏寶的屋子 所以你看我們一般來講 客廳一定要在前端 他住到這個原則而 然後中間 因為空間的規劃 他把那個書房放到中間 對 所以有公明 然後呢 這個錢呢 他把它有效地把它 揪到這個後段 然後表示說這個家裡的錢財 可以收到很高 很棒啊 滿會藏啊 然後你看 現在它 房間也藏在後面 對 也是寶啊 所以它可能是寶在最後面 最好啊 是啊 所以它就是 所謂的公主房 就在這邊 好啊 來看看 你看人家 派對有多大 要看 噔摩 噔摩 你好 嘿 你的屋子呢 他也在動物園啊 噢 為什麼 不知道 他今天說動物園 開派對 所以他帶在動物園 你今天不是要去參加那個什麼 阿拉伯王子的舞會嗎 對啊 後來他們說 他們家石油太多了 他先回去 處理他們家石油的事業啊 那你要記得哦 下次去參加 五特車 其實是勉強的家 噢 對哦 好討厭 說幾歲的人家還有孝敬 真的 因為你誰叫你的旅車 就變成南瓜嘛 噢 欸 你那個玫瑰好漂亮 你先送給我嗎 噢 好嗎 這樣有拿到嗎 這個為什麼身體也動不動 好累啊 好累啊 好累喔 好累喔 笑完多久啦 所以在這裡都是在玩那個嗎 剛剛我覺得我沒有扮演好 還有一間 不好意思嗎 沒有 所以我剛剛 我應該要講別的 好不容易演一次公主 真的耶 我以為你會很失望 對 你的房間就是一個公主的房間 你的棉被那是公主 那可 可是你的房間是不是跟 比你媽媽的房間大啊 我覺得好像差不多啦 沒有實際量過就知道 但是你這是後陽台外推嗎 也是外推的 是嗎對不對 對 因為你覺得大了不可以這樣 所以其實它公建已經算很大了 是 對啊 而且 好啦 唯一公平的是 那妳有這個 所以你們 我們到處訂螺旋槳是 第一次來兩下 第一次來兩下 不是來兩下嗎 就是飛機的走路 我訂螺旋槳 一次一定要來兩下 就只剩進去 都啦 就是這樣 我覺得它這個空間夠大 所以它放這一個 就是有一點刀扇的那種水滴石 它沒有對到 所以它真的是很幸運 把它巧妙避開 可是老師 它這個有算切到嗎 有 它這一個就是把它的 對 它這一個就是也是一個 天花板造型的 可是它這造型就是非常的奇怪 剛好切到它的中段 所以把它的桃花呢 把它完全的展光 完全的展光 完全的展光 啊 啊 展 展掉 你說把它的桃花都展光 對 展 展掉 展光了 有這樣子嗎 小凡 你應該很有日姓緣才對啊 你就是那種男生會喜歡的 不管什麼年紀 為什麼 因為你就是小男生也會喜歡 然後 對啊 年紀大也會喜歡的那一種啊 可是就是長不到好的啊 所以這個還是 所以這個長光 那怎麼辦 就是長光啊 都是長光 對啊 現在房間其實你要也沒什麼量啦 然後它該避掉也避掉 嗯 你唯一的缺點就是 你東西的問題太多 把它多到這些地方 為什麼會有衣服在房間 衣服放在床上怎麼睡啊 因為我睡在那邊就好啦 現在關心你的那個 財位 財位好 對 因為現在世界正在衝啊 對 是 但是它的財位呢 是很可惜 你這個地方也是一個陽台外推的地方 對 可是你的陽台外推呢 剛好又放到這個梳妝台 其實你看它梳妝台原本 如果這個地方不是 陽台外推 其實它的梳妝台呢 是放在這個進門的45度角 這個是非常正確 也非常好的 為什麼 因為代表說 梳妝台是一個柴褲的位置 你把它放到這個柴位呢 就可以有柴有褲 對 可惜的就是因為這些陽台外推 那拯救的方法呢 鋪個地盤 然後下面壓36個硬幣 就可以把這個地氣提升 那相對的柴褲呢 就稍微可以把它補 周小涵的房間 擺放了一堆玩偶 讓他的感情受阻 甚至犯小人 最好都收進廚藏室裡哦 而不論是玩偶 還是隔板切床 都把小涵的桃花給展光光 所以接下來 老師就要替他做 小小的桃花測驗啦 好 我們看到 它的風水呢 已經讓它的桃花斷光光了 那我們就來測試一下 來測驗一下 它未來一個月有沒有桃花孕 那觀眾朋友們呢 也可以跟著選哦 我們來測就是說 未來一個月呢 桃花孕如何 那如果你要玩之前呢 你要看這個數字 總共有四組的數字 那你在 憑第一個直覺 憑第一個印象來選 然後呢 你要選擇之前呢 你在心裡要先默念說 未來一個月 我的桃花孕是如何 然後默念三遍 然後開始選 好 第一個號碼是 327 667 267 跟647 所以要先來三遍 好 大家趕快想一下 然後就選一個號碼囉 要講什麼 未來我一個月 一個月桃花孕如何 這個除了測桃花之外 如果你桃花孕很穩定的話 你也可以測你的貴人孕 也可以測你的貴人孕 好 桃花孕是走向 待會兒見分曉 好 觀眾朋友一起來猜猜 接下來一個月的桃花孕會如何 趕快選一組數字 老師馬上要公佈答案了 那我們小孩要選幾個 哪一個 667 看佩甄 姐 我選267 327 好 327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小老師327 他有沒有好的桃花呢 就是 哇 積極追尋喔 遞結兩元 什麼意思呢 他的得分就是 80分 所以他的貴人孕能跟桃花孕能 未來一個月是很好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你要積極的追尋 因為表示現在有點被動 可能曾經受到傷害 所以有點被動 所以這個時候要積極一點 然後去尋求這個貴人桃花 然後就可以遞結兩元 你又知道多風害了 可是可能耶 對 沒有 風水 受到風水的傷害 對 為什麼這樣 半紅 可是至少是好的 你有百分之幾 拉起的好桃花 對 貴人圓 對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667 如果會選到667 等於是 是 情入驅者 桃花孕能 好準喔 我們就被砍了 對 所以得分只有40分 好 就先彎腰了 所以說情入驅者 表示說呢 一路走來呢 都會特別的艱辛 桃花方面 剛好配合這個煞氣了 就被斬掉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呢 267呢 他的預言是 就是佩甄姐 桃花現前 表達是我 什麼意思呢 得分就是60分 表示說呢 桃花已經在他眼前了 只是說呢 平常就是夫妻感情 或者說桃花其實穩定的 那缺乏什麼 就是要多表現自我 然後在另外一班面前 或是在你的貴人面前 如果你知道的貴人是誰 你要在他面前 多表現 這一個 這一個實力出來就可以了 她在購勺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一組647的朋友 這次 647的話就是 極心高照 紅環心動 所以有百分的運勢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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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選到這一組的朋友 就是紅環心動 要追求的對象呢 就要努力的去追求 然後這樣就可以心想之城 還是說 從面向來看 有什麼可以的改變 其實如果 把他這個桃花運呢 你測出來之後呢 你可以去做加強 那如果說呢 你的桃花運不好 那你要拯救你的財運 可是我們要 那我們要如何 你看風水 你沒辦法聚財 但是呢 我們要看他的面向 他的面向呢 是不是 面向可以看出有沒有漏財 可以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個面向有沒有財庫 那我們知道鼻子呢 很多人會說 你的鼻子很大 就表示很會賺錢 有財庫 確實喔 因為鼻子是看賺錢的能力 尤其是鼻頭的地方 鼻頭是賺錢的能力 他旁邊 左右兩邊是他的藍牌跟挺位 這個地方就是他的財庫 所以說呢 如果你要看你的鼻子呢 可不可以存到錢 就是 第一個 鼻頭要大 就是會賺錢 那這個鼻翼呢 要寬 就會存錢 那除了看鼻翼之外呢 你要看他的嘴巴 嘴巴 鼻孔都翻開 如果說 你鼻孔是潮天 潮天的話就是漏財 漏財 那如果是比較薄的 如果男生他的鼻孔很薄 代表說比較小氣 那最主要就是說 這個鼻翼是看純錢的能力 那如果說你的鼻翼沒有的話 那你要看嘴巴 嘴巴就是我們一個 面向的聚寶盆 我們是 鼻翼大概一定都有 可是它到底要多寬 有沒有什麼鼻翼 才是算 要像到 譬如說 像那個 潮天的鼻翼就很寬 我算寬的 因為你要看眼頭 如果說你的眼頭這個地方 晃兩條線這樣下來 有沒有 它剛好是有河道的地方 那就算寬了 但有些人他的鼻翼 是比眼頭還來得硝 那就是鼻翼 因為鼻翼是窄的 很窄 而且它的 很漂亮 很秀氣 是秀氣 但是就像外國人有沒有 普遍東方人的 西方人的鼻翼比較削尖 潮天的話 表示就是說 它沒有存錢的概念 所以它理財概念 也相對的薄弱 跟外國人都不在存錢 是啊 然後你的風水 也沒辦法讓你存錢 然後鼻翼也讓你存錢 二字早就沒辦法 那個 但是要小心 鼻孔不要伸大 對啊 對不起 像鼻孔伸胎也會漏彩 是 你都可以這樣 對 這樣就存不住 這個要有鼻翼 因為很少人做醫美 又是做整形整鼻翼的 因為這個比較難 比較難 對 所以最有錢趴了 對 所以是有錢趴 如果說鼻翼真的沒辦法改變的話 那嘴巴要怎麼看 嘴巴的話呢 嘴巴是一個面向聚寶盆 所以說你嘴巴的長度的話 寬度的話你就要從 我們知道鼻翼是從這兩個眼頭 畫一條線下來 這樣做應對 那嘴巴的話就是從這個眼睛的中段 畫兩條線下來 如果你剛好對到這兩條線的話 表示是大嘴巴 就是剛剛好就是說呢 它可以有效的收納你這個彩器 當你這個錢呢 往下流的時候 這個聚寶盆要把它撐得住 那撐得住 存得住的話表示可以存錢 我們中國人講說 跨曲 甲戲哄 就是這個原理 所以唸一下可以做個參考 所以讓人家後退只要努力 好不好 你想要什麼樣的格局 想要什麼樣的風水 你就要自己要去做 好 你要不要說 那是很低調的 滴滴加油 好 滴滴 要不要再放一隻好了嗎 真的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 把香乳桂花在家裡面 今天挑辣蝦一點點叫做 香乳桂的開運法 把這個蠟燭點勺 這五個葵花 做一個三圈的動作 把它放入小布袋裡面 那麼這個放在 陽氣不夠 都是在陰暗的房間